宋老师你好,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啊? 可以可以可以,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好,宋老师你好,我是三通大学的一个研究生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过程都是用那个疾控上报的确诊的数据,对不对? 是的 但是在中国的话,确诊之后都是立马被隔离了 它就不存在传染给杀人了嘛 这样的话,用这个数据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的传染都是包括疑似的,是吧? 在这段过程中 嗯,就是说 你说的这个东西也许是对的 也许是刚开始好多人到医院去 至少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看媒体报道是说好多人去医院以后 他有一些临床症状以后 但是他是轻度的 就没有让他 给他做diagnosis 那种RNA的,对吧? 核酸的检测 因为当时也没有这么多kit 没有这么多检测的那个 不像现在了,就是现在肯定没问题了 当刚开始的话都是 情况比较严重的人 才真正去做 而且做完了以后 也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 呃,呃 他实际上是infected 但是他并没有是一个false的 对吧? 就是一个假的 因为他有个敏感度的 sensitivity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说他确诊了 肯定是把它收进去了 而且是重症 但是没有的话 就他因为他sensitivity 那个diagnosis的kit, right? 他的那个sensitivity也不是100%的 嗯 当当时就是因为 因为那个我们 疾控每天上报的数据 都是检查阳性的 然后确诊的数据嘛 这些数据 这些病例肯定是隔离的呀 把它做为sir里面的i的话 会不会这样 因为因为我 你要制作我们的那个s 就是在我的模型里边的 OK 我的模型里边的 我这个thetaTi 这个东西 对吧 它是 你是观察不到的 因为我是一个隐性模型 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你是直接把观察的数据 当我的theta 实际上我没有这么干的 我这个模型里边是说 我的那个thetaTi 是没有观察到的 我也不知道有多大 你观察到的只是yti 这是你观察到的 卫健委报来的数据 对吧 对吧 而且这个是有一个 随机模型产生的一个随机数 这个随机数 当然跟你 里边那个thetaTi 是有关系的 但是thetaTi 就是我在这个 preference 就population level 的preference of infection 对吧 叫做得病率吧 在这个叫什么呢 我们叫做总体上面的 这个得病率嘛 对吧 reference 这个是没有观察到的 我没有说这个是 就是你 用你观察的数据 直接去估计的 我整个的sir 整个模型 是一个隐性的模型 就像一个 一个隐形的机器 传染机器 在社区里边运转 你收到的只是 这个机器 发出来的一些信号 这些信号 就是你的什么呢 你每天 观察到的 有多少人感染了 有多少人死亡了 有多少人恢复了 这是这个机器 发出来的信号 但是机器的本身 是隐藏在这个 整个的 对吧 这个人群里边的 这个你是观察不到 你想通过你观察到 这些微弱的信号 去反推你的这个 传染的机制 对吧 明白了 明白了对吧 就是说我现在就说 我假设有一个 隐含的传染机制 是用sir来 形成的 它的整个的 这么一个传染的 这个运作的 这种一种 一种机制吧 但是你没有 直接观察到 这些东西 你观察只是 从这个机制里边 这个机器里边 发出来的一些信号 对吧 明白 在这个过 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收集到的一些数据 然后你想通过 这些数据去学习 这个动力系统 这个传染动力系统 是什么 什么 这个 对吧 好 谢谢宋老师 好好好 你是李老师的学生吗 对对 我是李老师学生 难怪 三大工位的 同行同行 好 谢谢老师 呵呵